金宗主走后兰启仁脸色越发严肃江宗主,此次让您前来还有另一件事,西晨给您传音想必都已告知,江丰年知道自己儿子都干了什么,也知道兰启仁在金宗主走后再提也是为了保全他家颜面,走到魏英面前,看着他一脸眷容想必已经大病一场,心生愧疚,你就是阿线吧,我是你江叔叔, 你父亲在时,和我四亲兄弟般又绝不够补充到这件事将叔叔代表云梦向你道歉,阿诚被他母亲从小浇灌得不成样子,回去后我一定严厉惩罚,魏英听着江丰年不痛不痒的话,有些理解自己父亲当年的处境了,或许他曾经真的是自己父亲的挚友,可生性软弱,自己父亲可以为了江家,为了他豁出一切, 可到了大事上江丰年也只顾自家,与紫渊的冷嘲热讽,每天都打磨着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,以至于自己父亲脱离江家,江宗主如何罚江丞罚多少,我都不在乎,我父亲早已脱离江家,若江丞和令政再有任何侮辱我父母的言论,魏英和师父绝不会轻饶,江丰年面露尴尬,自己第一次被一个小辈对到无话可说, 求助的看了眼蓝起人发现,人家根本没往这边看,打哈哈到阿县放心,我一定好好教育阿诚,魏英听后也只有失望,浙江家内部已经被腐蚀的破败不堪,后代都如此门声又该如何,江城执念太重,只凭江丰年两句话可掰不过来,江宗主我说了,您怎么教育都与我无关, 只求令政和其子慎严行礼后就退下了,蓝湛跟上给他裹紧斗篷,轻言安慰着,江丰年听着魏英的话,看着蓝湛冷漠的眼神,浑身像灌迁了似的,动都动不了,江宗主,败家先败内,发疯虚整啊,蓝起人悠悠留下这句话也走了,偌大的前厅就留江丰年一人,道理都明白,可于家事大,江家这几年不安稳,他也是有心无理, 只能灰头土脸地带将成回云梦了,纵使江丰年再生气,可儿子气息奄奄的样子,还是让他心软了,罢了,等阿诚养好了再说吧,看着儿子疲惫的侧颜,他其实是有些怨恨蓝家的,再怎么过分,那也是小辈之间的打闹,怎么罚的这般种,就算阿诚口无遮拦,但也没有实质性伤到谁啊,他也不相信蓝老先生说的什么,或起萧强,再不记, 也只是三娘子性情泼辣强势,可他心里还是有江家的,况且,江家好歹也是五大家族之一,哪有那么快败落,这么想后就放了心,给阿诚也好被子就走了,黑暗中江城缓缓睁开了双眼,江家闹剧告一段落,前些天蓝起人去涅市参加清坛会,可乐化了这群听学的弟子们, 蓝湛似乎还因为上次自己没有看好魏英的事耿耿于怀,恨不得把人拴到身上,几个想找魏英玩的少年,看着蓝湛的眼神直发处,再不敢去找他, 魏英这些天,陪他蓝二哥哥看书顽兔嘴里都淡出鸟来,一直想找个由头出去,有门声禀告蓝西辰说,彩衣镇上出了水碎,这些天陆续有几个旁之小族去解决,皆是有去无回,蓝西辰因人手不足,想来找蓝湛, 魏英这些天憋闷坏了,也嚷嚷着要去,蓝湛溜不过,他也只能答应了,一路上,魏英缠着蓝湛, 故苏地处江南方言,都是绵软绵软的,蓝湛给魏英买了米糕和糖化,蓝西辰看着自家弟弟的眼睛,都黏在人家身上,要什么给什么失效不已,因事太紧急,众人也不敢多留, 到碧陵湖边乘了小船,便向水碎聚集地驶去,这水碎有些蹊跷,彩衣镇的民众又大多熟安水性,从来极少出现沉船和落水的惨事, 前几日有几个蓝家旁之和蓝西辰在此撒网捉水鬼,可谓想到一下子抓了十几只水鬼,且这些水鬼尸体皆无人来认领,也并无人认识,一连几日都如此,为英和蓝战成一艘船, 船越行越深,微微感觉到了什么,卫英牵着蓝战的手勾了勾,蓝战明白,眼神交汇后,批翻船跳到旁边那艘去, 那只水鬼一下暴露在众人眼中,卫英赶快寄出朝阳打散了那水鬼,蓝西辰好奇地看着他阿县是如何发现这船下有水鬼的, 很简单啊,吃水不对,卫英笑笑蓝大哥的船上有那么多门声,我和蓝战的船上只有我们两人,而船身却陷得更深, 众人听完卫英的分析都恍然大悟,蓝西辰更是投来赞许的目光阿县观察仔细,很好。 卫英得意洋洋看了眼身边的蓝战,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蓝战刚要开口,船只便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戒备,留神, 紧紧护住身后的卫英船越来越靠湖中央蓝战觉出,不对立刻回去,蓝西辰问道,为何? 这水中之物似是故意把咱们引到碧莲湖中心的,蓝战话音刚落, 所有人猛地绝传一尘,是水行渊,众人听后纷纷遇见弃船,湖水已成黑色,形成漩涡,包裹着斜碎向他们刺去, 有个门声,不知是被吓着了,还是怎样呆愣愣地站在船上,蓝战一时分神卫英静之身去救那少年, 卫英,蓝战手里一空面色苍白,朝卫英遇见而去,众人看着他俩,只觉心惊, 可没想卫英救过那少年后身上笼罩光芒,那邪碎好像害怕似的,慌忙退去, 少年也回过神来,知道自己拖了后腿,便赶忙自行遇见, 蓝战看着卫英还想去追刚想拦他,就被蓝西辰挡住,兄长, 蓝西辰见自家弟弟互独自般,不由师生笑到忘机,卫英有能力解决, 你看,蓝战顺着蓝西沉目光望去,此时卫英遇着朝阳, 却吞下手上那串手链,蓝战知道这是报山所赠,叫佛光链, 此手链在卫英驱动下越来越大,佛链中间还有无数经文, 卫英站在法阵中央,此阵佛光冲天,直叫人睁不开眼, 经文落下,深深印在斜碎身上, 湖底一下尖叫声,似起众人难耐,紧紧捂住耳朵, 斜碎被这法阵逼得退回湖中, 在水行渊上方形成法阵,警示众人不要靠近, 湖水也慢慢从黑色恢复至轻, 卫英呼了口气,笑盈盈地回到蓝二哥哥身边, 蓝战知道,卫英在报山身边所得真传, 平时出门夜列有自己护着不曾显露, 却不想如此厉害,看来自己也要努力了, 二哥哥,我厉害吗? 卫英看着蓝战,像是逃赏的小猫, 蓝战宠溺地摸着卫英的头到摁, 卫英很厉害,哦对了,两人腻歪一会, 卫英想起什么这些碎,我只把它封在这儿, 想要度画还要师父所赠的那画愿灵才行, 这画愿灵甚通人性, 只要放在阵法之上便可自行度画, 蓝西陈道谢今日多谢阿县了, 不仅封存了这些碎,且就我蓝家子弟, 卫英打哈哈哎呀,蓝大哥太客气了, 这都是应该的, 只是不知这怎么会有水行渊, 姑苏人膳水这壁灵狐, 怎么也养不出这样的邪碎, 倒像是, 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, 而那段时间受到过水行渊之扰的, 只有一处仙门, 蓝战眼神按了按答奇山温氏, 如今齐山温氏如日中天, 仙门大半都是温家的附庸, 若真是齐山温氏搞鬼, 那也只能不了了之了, 温氏料定一旦姑苏出现水行渊, 蓝氏必不会坐视不理, 而利用清坛会之机将叔父调走, 各家能者众多, 若是有几个能命丧水行渊之首, 那未来统一仙门之路, 必定轻松不少蓝西陈分析完, 只觉颇为头疼, 这时还须叔父回来再做商议, 只是这听学还须速速结束了好, 阿县, 你亲自封印了这水行渊, 若让温家知道, 恐对你不利蓝西陈的担心并无道理, 彩衣阵鱼龙混杂, 不知道哪个就是温家的探子, 如今水行渊被封如此阵法, 必定不是蓝家手笔, 此次出行只带魏英一个外门, 是谁做的可想而知, 蓝战紧张地握着魏英的手, 郑重向蓝西陈说道尽快联系先士, 护送魏英回先府, 在此期间, 我定会护魏英周全。 众人势不宜迟, 踏上返回云深不知处的路程, 路行一半, 有位蓝家弟子来向魏英道谢, 正是方才那个差点死于水行渊的少年, 姑苏蓝是蓝一清谢过无稽道长救命之恩。 蓝战打亮着眼前的少年, 似乎有些印象, 他父亲是蓝旁之家主, 老年得子很是宠爱, 这只不求家中弟子儿女, 在剑道上有多么深的造诣, 只求文采出众, 道出了几位施家才子, 魏英摆摆手没事没事, 我也是举手之劳, 哈哈, 蓝一清见魏英侠干一胆赤子之心很是钦佩, 看蓝战在旁, 也想大着胆子交个朋友无稽道长以后, 换我小子怀远即可, 魏英也是个爱交朋友的, 来者不拒哈哈好啊怀远, 那你日后就叫我无限吧, 别道长道长的怪贤老丝毫没有注意到, 旁边打饭醋坛子的蓝战, 蓝战牵着魏英, 不想让他再和别人过多交流, 顺手在路边买了只糖葫芦, 塞魏英手里, 果然注意力一下, 被吸引过来而是糖葫芦, 谢谢二哥哥拉蓝一清见后, 正视着蓝战的眼神, 他在家交纵也不怕蓝战, 看蓝战这强势的战有欲, 觉得很是有趣, 就这样蓝战用各式小吃灵嘴和美色吸引着魏英, 众人浩浩荡荡荡, 回到了云深不知处, 感谢观看, 却